我們論盡香港的會員制已經開通了 你載了沒有?我們的會員制只不過是20元起 你沒理由不載吧?快點來載我們的會員吧! 還有,大家記住,喜歡不喜歡也好 幫手按個讚,訂閱我們論盡香港 按旁邊的鈴鐺,看Facebook的朋友 希望大家都可以讚好我們的專頁 下面瘋狂留言之餘,將影片告訴你身邊的朋友 令到更多人都會知道和可以一起討論國家 香港和這個世界發生了什麼事 Hello,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論盡香港》的《論盡頭條》 我是家偉,今天就請了文宇銘問爺上來 為什麼呢?因為今天的題目就是講公屋問題 說回來,郭卓堅被揭發霸住公屋 房主這次也是循璇如流,沒收回公屋 作為公屋聯會的主席,文爺 一會兒也會跟大家講講 為什麼會有什麼條例情況之下會沒收公屋 開始之前請大家幫幫忙,留言分享,訂閱讚好 將影片廣傳給你身邊的朋友 令到更加多人,多謝你一樣 可以和文爺和嘉敏一起論盡香港 先和大家講講資料背景 今天是長洲複合狂,是長洲複合狂 葛卓堅被人發現了他濫用公屋 濫用公屋的情況之下,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原來是源主醫,因為他支持 跟他老婆,曹小姐,免得幫他開名 一起在公屋單位開直播 在直播期間的時候,這位老婆無緣無故爆響 他們說,各位看到背景很特別 這就是郭先生的,當說到這裡的時候 郭昌堅心想,大鑊 兜巴聲他嗎? 立刻就拿著他不讓他說話 但是呢,出了街了,再者 大哥,你不是獨居的嘛 你層樓有其他人住的嘛 那些人看不到,咦,這傢伙這麼熟臉的 長洲複合狂來的 但是,這間公屋不是在長洲的 是在郵堂的 為什麼一個長洲複合狂 明明說自己有單位 在長洲有個單位收租等等 那為什麼還可以有公屋呢? 阿敏爺,為什麼他可以申請公屋呢? 會不會是房署當中的職員做錯 還是怎樣呢? 你為什麼評論這次房署 極速收回他的公屋這個做法呢? 其實他申請公屋 應該是十幾年前的事 我估計應該是十幾年前的事 所以,我們客觀地說 忠於事實本身 他申請那個時候 合乎資格就給他上了 上了之後他有物業 他沒有交還,又沒有申報 就屬於違法了 這是一個重要的事情 老實說,剛才從新聞報道 他的資料分析 他叫做鬼魄後尾枕 他那位女朋友還是太太也不知道 總之是同處一室的人物 自己爆發的 真是鬼魄後尾枕 但是很難說的 你走出走入 加上他鋒芒不露十幾年 這位仁兄 據說在台灣讀完書 就回來 八、九年就回北京搞搞鎮 又回來有居英權 又拿到公屋 十幾年來 大家見他 似乎在傳媒見他 還多過見我很多 都跟焦國偉差不多了 民心說一句 每個人都認得你 你還整單 直播就在長洲直播 在東灣直播 對著浮台直播 鬼不知你在東灣就行 你在遊堂直播 你很不播 這些是神推鬼拱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 一個回頭講講公屋的主題 其實他申請那時候 符合資格應該沒有問題 但他上樓之後 有物業 不申報就絕對有問題 但他不申報查到 都要他勾 因為在新庫護條例下 重量儲 一個是收入和資產 一個是有物業 特別是住宅物業 你幾乎都一定要勾 所以勾就是正常 老實說 說回房署 房署對這個 單位租戶的使用 其實一向都有監察 有時候是看水標 有時候是看水標 有時候現在的食招 也會監視你的 所以其實跟大家透露 這些訊息 其實我處理的個案都有 坦白說被在疫情底下 很多哥哥姐姐等 幾年前 不是現在 就回了鄉下 安全一些被疫 那就不回來 香港又經常 慢慢發生 前一陣子 現在都千千聲 都接近一萬 大哥 又起又落 又不回來 這個說了以前的事情 幾個個案子 你不回來幾年 其實房署 老實說 我們要讚一下房署 我自己處理的案子 真的要讚一下房署 他真的會 他的屋邨辦事處 會找他的手提 找他的微信 去溝通他 溝通不到 甚至乎 會找他的親密聯絡人 更加通知人 聯絡他 通知你回來 說清楚你這件事 你已經離開了多久 之而之類 老實說 你還是這樣那樣 不回來的時間 他真的會收你屋 你老實說 因為按照香港的房屋條例 那個公屋 離開了公屋 你不在那裡住 沒有合理的解釋 我去外國留學 或者我去外國打工 你申報就行了 但是你不申報 其實就是一定中招的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怎樣呢 你家裡一家三口 就是爸爸媽媽 年紀大 回去避疫 有一個看檔 他都不當你缺席 關鍵的就是 如果你三個都不在那裡 他就當你缺席三個月 你就要收樓 這個大家要注意 但是郭先生那個 一個就有 畢業 這一招是很重的 另外一個 如果我們在電視上看他出入 都不在郵堂 那會不會就去了長洲 東堤那裡 陰陰腳 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其實收他樓那個 房柱是這樣的 通常你… 老實說 人歷之而有限 大家也要 鬧之餘 也要體諒一下 大哥 只有幾十個人做全港的事情 真可憐 所以 沒有舉報 那個行動就會遲緩 有舉報 其實跟警察做事也是 有人報案 他一定會做你的 你沒有人報案 他怎麼做你 這是事實來的 所以其實 他這次是鬼趴後尾枕 你好做不做 那些網友 當然 哇 現在我們排隊上樓那些 十幾二十萬的 大哥 你還押著一家公屋 你還經常 遼氏鬥非成人去司法複合 在義憤填英 我不知道他什麼背景 有什麼職業 有什麼收入 他餐餐都是他的 餐餐都是他 餐餐都是司法複合 司法複合 浪費公帑 花很多錢 大哥 無論他輸還是贏 他說的是否事實 是否真理 見仁見智 是否維護法治 之而此之類 我們就不要評論他 老實說 我覺得這位老伯 都八十幾歲 十幾年來 都是在做這個行動 又有自己的物業 從法理上 從公屋管理上 你有物業 就一定要勾 這個肯定 沒有價格 今天就講公屋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 在情在理 應該接收他很正常 所以有些坊間有些網主 就說 KPI要給高分 防署 其實防署 老實說 一向都會按照這個條例來做 但是 你要有人舉報 就會做快些 怎麼說 他都要向公眾交代 你說他對還是不對 我就有點騎場 老實說 你沒有舉報 他無緣無故 他無緣無故去檢查你 很難的 當然 有些很特別的人物 保安經常都認得你 經常見不到你 有時候我們 那些房租的職員 一間租上來 家訪又找不到你 他特別注意你 但是這也是少數 主要就是 有人舉報 就一定做 跟那個KPI 我覺得沒有什麼關係 有些網主就會稱讚 我覺得 從我自己的服務經驗上 來講 他一向都有做 不是沒有做 如果你說有物業那些 又提醒大家 其實當年那些 新庫政策兩處變一處 連有物業都要勾 資產和收入加起來 包登都要勾 那個 其實走了很久 但是有些人到現在 居然不申報自己有物業 一查到 其實田徒青一查到你 那你其實就很牙煙 其實這個問題 講開那個 怎樣應付新庫護政策 那個我們公屋聯會 開居民大會 開了N這麼多場 教了N這麼多次 但是其實 不要先說這位郭霸 這個叫郭霸 我叫他 這個郭霸 我不說他 有些科學常識 跟大家說 要如實報道 要不然有個欺詐 你也很麻煩 根據一些新聞 我之前想看一些新聞 和其他資料所說 如果以欺詐角度 或者你隱瞞你自己 住公屋的話 一收樓 第二 監都真的有一錯 刑事 根據他申請公屋的時候 大家可能住公屋一段長時間 都不記得你填那份表格是怎樣 現在最新的表格 就是A4 A4指對折的那種 裡面有一些申請的細節當中 當中第一條和最後那條的話 都不是恐嚇 而是直接跟你說 本人明白如果你是意圖去隱瞞 去騙取公屋的話 刑事罪行 將會有被檢控的可能 這件事是你簽申請公屋的時候 就已經要知道了 你不能說 哎呀我忘記了 我沒有看清楚 沒有用的 這個刑責已經被他上身了 所以這個 這個長洲複核狂 會不會被這個防署告呢 未知 因為我們不是防署 但是防署理論上 是有權這樣做的 除了長洲複核狂 霸住公屋之後 其實有些事情是細思極恐的 例如是什麼 一 有些人就說 今次防署做得很好 但其他香港政府部門是怎樣 這位為什麼可以經常拿複核 拿政府資源去做 原來因為他是拿開縱援的 那郭卓堅先生 究竟是寫東堤小竹的地址 還是寫油堂呢 負責的社工 真的不認識他 真的不知道他是搞這樣的情況 除非你跟我說 好像文爺開波已經按了 可能其實他申請公屋的時候 就是2019年派給他 2019年的時候 其實他已經再不是東堤小竹的業主 如果他不是業主的話 他申請公屋是可以的 但如果今次看到防署 如果假如這條鎖鏈 真的假如是防署鎖了他的話 那就證明了他應該是業主 如果是的 究竟社會福利署是基於什麼原因 這個批准給他呢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原來被人發現了 東堤小竹當中 是連續十幾年 是潛建的 真的很想問看這條片的朋友們 我絕對不建議大家犯法 但是防屋與處原來你對著一個 已經潛建了十幾年的單位 你十幾年之後到現在都仍然未拆 那所謂的條例等之類 是指老虎來的 還有問問 如果根據我沒有記錯 如果那個單位 屋與處叫你拆而不拆的話 如果是釘契的 如果釘契的話 十三年了 我當是說他三年之後才可以釘契契 三年之後 即是十年前 十年前的話 那就計算一下 咦 有些問合 為什麼 防署2019年才批給他 如果是就真的審死官了 防署沒有查清楚 你申請見主任的時候 給他之前的時候 他沒有公屋 沒有資產嗎 還是因為釘契契後 你查不到呢 是發生什麼事呢 我想有一些 事實上 個人的經驗和常識來分析 第一 長洲的樓都幾惱叫 坦白說 大家買樓要小心 因為他是 有一個鄉視組織去做 因為做契契都幾煩 但是問題是 這位國霸 我叫做霸 老人家 大霸氣十足 國霸 他是拿中援上去 拿公屋 如果是 從時間推理 是有機會的 有機會的 但是問題是 這個物業本身 他不再報 我不管 這個物業在哪裡 全世界 你在冰島也要報 告訴你 在長洲要報 在冰島也要報 他不報就不行 儘管他的契 之而此類 做得不湯不水 之而此類 都要報 是否因為拿中援而跳開了 這個真的要拆開來研究 這個 嘉偉 剛才你提的問題提得很好 大家都要小心 包括我們居民都會中招 基本上你一定會沒有物業的 坦白說 你可能有唐樓 但是你還是要申報 你不申報就死定了 剛才你說過田舍 房署的輪候公屋申請表 裡面警告你也好 免責條款也好 你說的一定要是事實 你不說 否則的話 我有錢舉報你 不收屋 追究你的刑事責任 其實這就不只是房署 所有政府申請文件 基本上都可以有這個免責 有一個條款 跟進條款 所以大家填方的時間 要如實報道 我們公屋聯會教大家 去申報 都應該首先要如實報道 如有其他著情的東西 可以如實說了之後 再討論 就是討論 就是爭取 是另外一回事 否則你知情不報 或者故意漏報 這就已經犯法 他如果拿中援那裡 首先 他又有這個物業 雖然他這個物業 糊塗糊塗 怎麼說 他的業權本身 土地本身 是有點瑕疵的 但是那個社工 是不是猛成這樣 當他不是物業 他真的要再具體分析下去 但是肯定是物業 不過是他那個契約上面 有一些怎樣寫法 是不是 因為有人讓他住 如果那個屋契上面 是有他的份 他就是業主 他就是有物業 就是我自己的理解 但是長洲的所謂的居所 這些是有特別的支處 因為他的買賣 就是另外有些買賣形式的契約 因為我知道 就是不同的形式的契約 但是不等於他不是物業 如果是他自己名下的 就是他的物業 這個就是不用審的 基本上 因為你是契約的問題 但是你是實質是業主 等於如果用大陸上說的 實質分一都是夫婦 這兩個法律系統不同 但概念上可以幫助大家去理解 所以其實郭伯就拿來 鬼拍後尾枕 那位女朋友很有害了他 文爺剛剛所說 其實他說是拿來賤 我直接說出口 為什麼呢 首先跟大家說說 根據我看工聯會的YouTube Channel 當中他有說到 有一些物業 你如果是不能抗拒的情況之下 你有物業都好 都可以住屋 那些是什麼呢 就是那些叫做屋 做屋的情況之下 留意一下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工屋聯會的YouTube Channel 當然有看過的 但是如果真的以這樣的看法 郭卓堅是不是真的原居民 又不是 他小時候在三居灣讀書 之後就說他89年在北京搞完大龍鳳 就是支援學生 回到香港 英國政府就給了一個居英權給他 他又說我落得清涵我要退休 才再搬進去長洲 那如果是的話 就是那個單位不是做屋 那如果是的話 我剛剛有很多問題出來 包括那些社會福利處 你做什麼呢 還有就是 那你房署當初 為什麼你會偏屋給他呢 再者就是 你現在當中 原來他還要是 東堤小束 業主流暗法團的主席 如果是的話 你每一個業主流暗法團 當中 就應該有一個律師代表 的 律師代表 你不知道原來 他是有這麼多問題的 不過怎樣也好 其實也不關我們兩個的事 最重要來說 就是 好心你 郭卓堅 你自己有單位住的 你就不要霸那間公屋 道理上的話 我絕對支持房主 是收回那間公屋 如果郭卓堅 你覺得有任何的東瓜豆腐 或甚至你覺得 你自己是備手冤枉的話 我歡迎你 對著任何的傳媒 甚至在你的社交媒體當中 話給人聽聽 甚至乎 你去港督府 或是去禮賓府 或是去新冤 都可以 不過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 我也歡迎 我代表公屋聯會 你可以打電話去公屋聯會 問問他們 他們會不會幫你 我相信民爺不會 他的手持 老實說 我實事求是 有求助 我們都會 都會盡量幫 一些有需要 值得幫的人 但是 剛才那個背景資料 當然 嘉衛透露的基本資料 首先 他沒有去儒實申報他的事 就是結了 有物業 都已經收緊你的了 都頗難翻案 但是他是拿中援上來的 當年如果他拿中援上來防署 加上他的高齡 真的會比較清新 坦白說 他 怎樣也好 我又不是幫防署說話 這是有他的政策傾邪 但是上來之後 他又是 法團主席 你肯定 有一個業主的身份 他打不掉 無論他這間屋 我剛才說了一大堆 長洲的特殊性 怎樣也好 他就是一個實質的業主 就是有物業 如果他沒有申報 就一定已經違反了租約 有權修理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就是 我怕他走來走去 在油堂居住的點數 一日數有多少 因為他去長洲小竹 東堤小竹 風涼水冷 又要照顧物業 是不是會不會當作是油堂做度假村呢 反過來 油堂做度假村 油堂有一個大本型購物 很過癮的 所以其實老實說 對我們的淪候者是很不公平的 老實說 這件事我不帶政治角度去看他 就是解決個案上說 我自己認為公屋聯會 未必適合介入去幫他 為什麼呢 第一個 你浪費了公屋資源 你還有十幾二十萬人在排隊 大哥 你東堤小竹 風涼水冷 背沙面海 不過海灘也不太好 老實說 小了很多 長洲海灘 而且很髒 我告訴你 你去游泳 你去大腸鋼 你要注意 我不是踩下長洲 但問題是 你有物業這個 你打不掉 而且你這樣浪費社會資源 對我們公屋 淪候者不公平 我不管你的背景 不管你台灣讀書 不管你八九做過什麼 但問題是 你按照實際上 你沒有如實申報 而且你在浪費這個物業 本身 我覺得 我也支持房署收回這個單位 大哥 你還有油堂 這是市區單位 很稀罕的 現在我們要淪候 想拿 非獎者想拿 市區單位 基本上的機會是接近零 或者零點一二三 左右 所以我覺得 從公共利益 和公平原則之下 我支持房署收回這個單位 那麼多位 看到這裡 你可能會覺得 原來住公屋 也有這麼多學問 其實沒有 只要如果你申請 或者你現在已經住 定期拿回房署的資料去看 其實房署一直都有跟大家說 除此之外 如果你已經住公屋 你定期應該都會收到 房署有些例行檢查 或者資產收入之類 你知道如實申報就可以了 你如實申報就不會有任何問題 再簡單說 哎呀 嘉偉我看完這段影片 之後有很多問題出現 這樣就簡單了 大家記住 可以打電話找公屋聯會 而公屋聯會的話 除了有自己的Facebook 總幹事 他自己也有個YouTube Channel 大家記住 除了看我們論盡香港之外 也可以看公屋聯會的YouTube Channel 或者找 焦國偉的YouTube Channel 也可以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 你上網找公屋聯會的電話號碼 或者下一陣子下面的Description box 我都會顯示號碼 最重要有任何問題都好 隨時等一會過來 不知道你有什麼看法呢 歡迎大家下面留言 說說你的看法 也希望大家幫幫忙 留言分享 訂閱讚好 將影片完全給身邊的朋友 令到更多人都像你一樣 可以和文爺和家偉 一起輪盡香港 時間差不多 下次再見 拜拜 親自廣告 請問大家 評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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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評審